第二个三题 将一小球垂直上抛 忽略空气阻力作用 达到最高点时速度为0 继而下坠至圆处 有关小球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小球在地球表面上都会受到重力的影响 那我们在国中教的我们的重力的大小是一样的 方向都是向下 那么重力会使得我们的小球产生加速度 所以加速的方向都一样都向下 那大小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所备的重力加速度9.8公尺秒平方 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 有关小球运动情形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上升和下降过程中 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都相同